吴关正家族设甲疫苗案 河北被免妇省长江波真名吴汉华 其父就是吴关正 博讯发表署名青藏的报道 其中披露 吴关正有一个儿子特意改名 一路提拔到河北省妇省长 近日遭免职 以下是报道全文 近日一则消息 让很多人一头雾水 一个当了十年省长助理 那名叫江波的副省级干部被免职 据新经报8月21日报道 据河北省政府网站消息 河北省人民政府 2018年8月4日 决定免去江波同志的 河北省省长助理职务 终于 这个互联网上查不到履历的神秘的江波 在历经四任省长之后 终于又神秘的下台 其实 江波齐人 在河北官场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 齐人原名吴汉华 是吴关正的小儿子 去把美引述内线消息披露 十七大前吴关正在权力斗争中受挫 为了保家族平安 吴极掉自己的小儿子 时任江西证监局党委书记 局长的吴汉华入京 任中国证监会党委宣传部部长 吴汉华长期在证监会工作 在任职江西之前 曾在北京证监局任副局长 2008年3月 吴汉华在时任中纪委副书记 马文安排下 进入中纪委金融巡视组二组 折服历练 但从此消失于公众事业 后来又是在马文亲自安排下 改名为江波 转任河北省长助理 省长助理认上 历任省长都对他客气有加 但也不敢着力提榜 于是一干就是十年 如今突然被冥 金因假疫苗案发 假疫苗案震惊世界 高层震怒 8月16日 中共高层对长春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进行最强问责 六名省部级官员分别受到了引咎辞职 免职 责令辞职 深刻检查等处理 其中有一个就是原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宗局当组成员 副局长吴珍 此人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截至目前 吴珍是因长春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中被立案调查的最高级别官员 吴珍发迹于江西 吴关正1986年调任江西后 吴珍指示江西省卫生厅医教科技处一名普通干部 1998年吴关正搞机构改革 吴珍得到重用 先后担任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党组书记 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党组书记 吴关正进京后 2006年调吴珍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党组成员 四年兼任国家药典委员会秘书长 其后 在吴关正的关照下 升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 党组成员在食药间总局长期分管药品注册 监管 审责 主管肥田疫苗行业 但只是吴关正的红人 吴珍很快成为疫苗沙皇 替吴家牢牢掌握着疫苗行业 据称 这个行业的经营 上市 都与吴关正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公开资料显示 吴珍近年来至少两次遭到公开举报 其中一份举报显示 2009年3月 食药间总局下属的中国药品生物制品鉴定所发现 江苏延伸 和北福尔两家企业生产的狂犬疫苗有问题 吴珍不仅没有及时采取召回措施 还瞒报至2009年12月 在吴珍分管疫苗期间 山西疫苗案 江苏延伸 河北福尔黄泉疫苗案 2013年乙甘疫苗案 2016年山东疫苗案等大案频发 国产疫苗的声誉遭受重创 但这些案件的真相最终被人在案中压下 知情人说 单凭吴珍一人 哪有这种手眼通天的本领 有河北知情人说 吴珍被查 背景其实更为复杂 人命关天的大事 吴珍之所以还敢独职不作为 主要是仗是背后吴关正的支持 据称 吴珍已向有关部门交代 之所以对长生生物等大开绿灯 主要是因为这些公司的上市 都与江波及吴汉华有关 吴汉华曾在证监会工作很长时间 利用欺负权力和影响力 在证券行也有很多麻烦 经营下很多盘根错节的关系 既往做省长助理期间 经常为大大小小企业的上市穿针引线 尤其是通过吴珍等人 为了协药品生产商数度打招呼 要求关照 捞取巨额好处 吴家人什么钱都敢拿 这位知情人说